16日到17日 国产航母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 让台湾一些人怕得寒起来 这不外乎三个原因 第一 台独分子心虚 趁机收割人心韭菜 17日 国产航母过海峡的当天 蔡英文宣布和赖清德结成蔡赖配 和蔡英文不承认酒而共识 暗磋磋搞台独不同 赖清德明目张胆地自称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甚至公然妄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狂妄挑战两岸关系现状 现在蔡英文邀请赖清德搭档参选 看似摒弃前嫌 其实是为了收获极端分子的选票 第二 外国力量靠不住 发出气死的哀嚎 台独分子气焰嚣张 一部分原因来自外部势力的支持 每次外国军舰路过 台独分子都媚态敬险 大谈自由通行 符合一个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美国论调 军事上是不断在敏感的底线上试探 政治上就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 近些年 美国出台了一个个涉台法案 一次次让蔡英文民进党 陷入美台关系升温的幻觉中 进入不能自己的情绪亢奋 蔡英文政府和台独分子们看得很清楚 美国的力量其实靠不住 被当成棋子却甘之如頤 无非就是看出自己对于外国势力的利用价值 学知国产航母宽阔的飞行甲板 现在是中国的尊严 绝非台独媚鼓奴态 无理取闹的舞台 第三 读懂了不承诺放弃武力 对和平统一 装作不知 台独是一条绝路 民进党当局心知肚明 正因如此 国产航母路过 他们才会瑟瑟发抖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 大陆的态度始终如一 在这个背景下 台独势力如果胆敢逾越底线 下场注定可悲 但也要看到 在使用武力的选项前 还有前景更为光明的选择 那就是和平统一 血浓与水 守望相助是天然的情感 这些年 我们看到在中东战乱之地 中国军舰撤墙之时 二话不说 带上孤立无援的台湾同胞 在日本的地震洪水中 中国救援队伍率先赶到之时 对茫然无措的台湾游客 挥一挥手 是中国人就上车 而反观民进党当局 对两岸交流的呼声充耳不闻 在他们眼里 只有一党之私的政治算计 台独分子对国产豪母的怕 正说明两岸统一 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事 顺应历史的潮流 才能在国之重器走上新陈大海的征途时 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自信与自豪